2月17日至22日将有一次寒潮天气过程影响我们国家大部地区 此次过程有几个比较显著的特点 第一个就是中东部地区的气温起伏非常剧烈 那么主要是因为在寒潮主体影响之前 16到18号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是一个显著回升的趋势 特别是在19日前后呢 像江南的大部华南贵州云南等地的日最高气温有25到28度 部分地区能达到30度左右 这个是可以接近或者是突破历史同期 也就是2月中旬的这样一个极致 那么17到22日受着寒潮天气的影响 将会导致我们国家大部地区气温出现剧烈的下降 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次过程伴随着比较大范围的雨雪天气 那么我们考虑主要的降雪过程啊 是在18到22号西北地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和西部 等地呢将先后出现降雪或者是雨转雨加雪转降雪 那么其中像陕西山西河北南部河南湖北山东苏丸的中北部 我们考虑累计的降雪量呢有8到15毫米 局地20毫米上新增的积雪深度能达到5到12厘米 此外在20到22号河南湖北湖南贵州等地呢也将自北向南 先后出现冻雨天气 同时的话像江汉江淮江南中北部等地 还会出现中大大雨局地暴雨 大部分地区在降雨期间呢还搬有雷电或短射墙降水 局地还不排除出现这种冰雹或者雷暴大风 这样的强对流天气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